两 三 四 江明山男二十五岁辽宁人 鲁迅美术学院雕塑专业 专科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江明山 来自辽宁府顺 学艺术出身的我 始终为了而使得 上演梦想拼搏着 高中毕业就开始进入社会 做过许多小生意 大一 进行市场调研 大二 进行市场预热 大三 注册自己的公司 大四 自己的公司 在股交中心挂牌 创业至今 艺术对我来说 是态度 是方式 是媒介 更是翅膀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希望求得一份 管理杆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大四挂牌指的是什么挂牌 是这样 我大四的话 我们公司在绿体股交中心挂牌了新四版 四版你就认为就是一个登记的过程 它不完全 我还挺感兴趣的 一个做艺术的公司 能把它做到盈利 然后不管怎么反正挂牌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那这样吧 我们就先从它创业的这家公司说起 做得有多大 工作内容是什么 当时的话 最多的时候 在国内有执行合作店九个 供货店铺二十二个 然后销售的客户 之前是到了二十五个国家 营业额的话 大概每个店铺一年是一百六 你销售什么东西 有陶瓷艺术品 然后油画 就是绘画艺术品 还有雕塑艺术品 还有玉雕 玛瑙这些 客单价多少 我们的话 那个价格算得比较混 因为我不是很专业 然后还有的话 是客单价的话 大概如果到工装的话 其实价格很低 在关之前还赚钱吗 关之前还得赚 我个人的话 是当时不太正规 没有工资 但是我分红一年是几十万 大概 那就放那儿呗 你干嘛要关呢 第一的话 就是我是学艺术出身 对于经营 管理 营销这些 相对来说 有基础智商的欠缺 第二的话 就是做一做发现之后 我们在营销上的 和这个销售上的策略 跟之前想的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把 我们整个的能力 和一些货源 集中到一个店 做一个大型的席间店 只做终端文化艺术品 但是后来因为 一些机会比较多 我把我的货源和店铺 分散到了各地 这样就导致我力量不集中 但是你要是意识到了 对 你可以把其他关掉 在创业的过程中 再有一个点 我认为走偏了 导致我认为 在接下来做的话 公司的话 发展方向会跑偏 什么是跑偏 因为我的一些荣誉 然后一些 对于大学生创业来说的 小成就 我一方面是学生会主席 兼顾了学校的专业 学校的这个工作 第二方面我是班长 然后连续拿了几年奖学金 然后我又创业 我就觉得自己很累 每天两三点睡 早上六点多起 导致每件事都做得不错 但哪个都不是最好 我来说一下这些荣誉 咱们一个一个说 他获得过136项 国 省 市 校 奖项和荣誉 带动大学生就业 兼职3000余人次 大学创业期间 捐款全物价值30余万 受采访和受邀录制 23个电视 电台 节目 受人民网 新华网等 185家媒体采访报道 这个数字很精准 要是我 我估计是记不太这么清楚的 你记得很清楚 不 这不是我个人记得 是我们公司的合伙人记得 江眉山 我还想了解一个公司背景 好的 就是你跟你的合伙人 叫裴文谦的人 现在是不是已经闹掰了 裴文谦是我女朋友 在下面 我其实没有说很享受荣誉 我是很实干的人 我听下来 其实你有一丝回忆 你觉得光环有点坑了你 有点害了你 让你搞不清楚自己 也分不清楚自己 该学习什么 什么时间花在哪 是有这个意思吗 我听你有这 好像有这个意思 对 其实大学生创业者有非常地多 但是能够像他一样 来做成创业明星的 其实非常非常少 同样在创业的起步期 同样大家都创业 他能做到这么好 说明这个人一定不简单 其实他一直是一个 想从商业上走 但没办法考到了艺术院校 所以就干脆大丈夫 对吧 不拘小节什么 你又开始揣托人家 谁都良心 你说是不是吗 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那么喜欢当算命仙 我觉得我们真的 我感觉他好像 我们都是大学生创业 全部好 全部好 从我给你录了两次 每个选手都给你很上 我同理心特别强 你知道吗 OK 我不说这件事了 我就补刚才一句话 就大家老是在想他为什么放弃 其实在山底下和山顶上的人 其实都容易坚持 最难的就是 没想好还走到了三腰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PPT 这张的话 是我参加过的一些活动 做过的一些分享 然后自己公司 主办过的一些活动 你为什么 不把最主要的几张 让我们看清楚 你为什么罗列这么多 密密麻麻又看不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是这样 我当时想过 因为我当时在田姐丽的时候 都没想过 写过多的荣誉 我不想让大家取消点 对 那你就拿几张出来 就可以了嘛 对啊 就你不是为了 让我们看清楚吗 你的展示目的 不是为了让我们 通过这个了解你们 我们看不清楚怎么了解你呢 他没打算让他看清楚 其实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些资源 就是在告诉你说 我要多优秀 对 说比较大 因为咱们不说了 下面一页 对 我们看作品 你作品 快 你看又是这样的 这什么意思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报导 报导 这有必要吗 报导 这是一大败皮啊 这是一大败皮啊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你是一个特别享受荣誉的一个人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 就是我其实没有说很享受荣誉 在我的角度的话 可能确确实实是 只是想跟大家说 我过去的几年做了这些事 学业创业什么也好 我都在努力 我是一个很积极向上 踏实很干的人 你想让我们看见你这些年来 扎扎实实干的事 但我们是扎扎实实看不清楚 是 这就是效果吗 你放在这儿 我就是看不清楚吗 你也没有办法 把每张图片都跟我们 扎扎实实地说清楚 哪一件事是哪张图片 到最后就是不扎扎实实吗 看似他每一步都说 我要脚踏实地 但是展示出来的全都是荣耀 可是真正的脚踏实地是在于 把每一个成功的印证 认认真正地说明白和说清楚 明山我帮你说一句 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一些二三线的城市里面 拿这种方式 我们就能很好地去展现我们自己 这个是跟我们在一线大城市的 这种展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往往我只要把这东西亮出来 就已经代表了我的身份 无论说我接下来这个去谈业务 还是说我跟你进行沟通 其实就已经很顺畅了 这个是他一贯的手法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做纠结了 其实他说得也很明白 他大学生毕业来求职 我们俩当一个大学生毕业来求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得说 在大学期间人家创业 然后人家做的这些事情 跟一般的大学生比还是有成绩的 起码我大学期间 我是没有你优秀的 你说一下你的期待的职位跟月薪吧 好吧 别说 我问你女朋友 来 他期待的职位是什么呀 姑娘 管理团队 我觉得 这么说吧 你男朋友管你管的怎么样 你不是他员工吗 还行吧 公式上面还是有道理说道理 他要求多少钱薪资啊 应该是一万二左右 是吗 是 期待的职位是什么呀 运营销售都可以 销售你可以一进去可做不了管理岗 得从基础做起 那一万二肯定是多了吧 是 做销售的话是多了一点 那你底薪要求多少销售 销售的话八千 八千 那也是销售经理的底薪呢 如果你要是找管理岗位的话 几乎这场面试有可能失败 所有面试当中管理具备的特质 比如说逻辑 领导力 影响力 完全没有展示出来 你自己要聚焦一下 自己要找什么岗位 包括薪酬 8K 如果说你应聘是销售岗位的话 确实是高了的 那市场上基本上5K起 地点呢 地点的话希望在上海 但是全国哪里都可以去 那就跟他要分开了 没关系 有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咬着后槽牙说的吧 必须说一点 有些人看这种节目 或者是像你这样的人站在这 都会有一个纳闷 说我们这节目 怎么这种风气呢 就不能说说别人的优点 老挑别人的刺 不纳闷 一点都不纳闷 纳不纳闷 从你的香醋的眉毛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这样 我们是想要知道 这个优秀人才 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找问题的同时 明白 我们是在找原因 非常明白 你不要急 你说你就太别急 人家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快速回应 你听着就行了 好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取火灵 还有一展 其实我很奇怪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留灯了 我觉得这么优秀的一个人 其实各位企业家 应该多给他们一点机会 其实我还是挺欣赏你的 但你刚才有两点的话 让我最终还是觉得要灭灯的 一个的话你是直接说你要做管理杠 第二个的话包括你的起薪要求 这一点的话我会觉得 虽然你想的话就说踏踏实实 然后从头来学习 但是你学习的这个点不够低 没有沉得下来 明白为什么 没关系 你还有一盏灯 你努力争取 好的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有准备吗 没有准备才艺 这个才艺能不能女朋友补啊 你唱首歌也行 比如说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 你们俩最喜欢的 能够体现出你们在大群校园里面 跟创业有关系的什么事都可以 可以 来 唱首歌 可以 好啊 可以啊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沉 我的爱也深 月亮代表我的心 深深的一个吻 我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将我思念倒入心 刚才他在受到很多人质疑的时候 你交集吗 集吗 有一点点吧 所以你觉得你的男朋友 在接下来的职场道路当中 还会不会受到像今天一样的质疑 会不会要坎坷一些 没有原来那么顺风顺水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也是应该要经历的 那如果他将来 如果在职场上摸爬滚打 他一无所有 你还会坚持跟他在一起 当然 一定会是吧 你呢 一定会啊 我还真想祝你们百年好喝 我真觉得那个女孩 爱男孩更多一些 你没看见他哭了吗 你都不帮他擦一下 真没看见 因为唱歌的时候 女孩子一直看着男孩子 男孩子闭着眼陶醉 我就在觉得 事业上是不是也是这样 女孩子一直很欣赏你 你看一看他 你回应一下他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 我们见过那么多的选手 但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女孩 这傻乎乎的吧 不知道他会去哪儿 但是他纯真 他善良 他有相信的力量 我觉得他这个力量 会支撑你走很久 但是你不要辜负他 他很棒 但是能有这么棒的女孩 说明我也很棒 所以 其实明珊你不要这样讲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创业四年度到现在 他能保持这份纯真 我们一起在社会打拼 说明我也有这份纯真和执着 我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总是找机会 喜欢夸她自己 不要 对啊 当然这个舞台属于你 为什么我们在夸她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定要转过来说你自己呢 这种 你刚刚那么小 因为我有一些急 确实有一些急 你看似聪明 其实你傻傻在一点是什么 你要是夸你女朋友 其实就在夸你 但你非要强调一下 我也很优秀 刚才刚才就是急了 就是很急 你一直都很急 对对对 就是急了 你看你今天会到这儿来 你的企业会关门 都是因为急 你太急了 是急了 对 好 谢谢你啊 请坐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 女朋友要找工作吗 下次来非你末时的舞台 我们都想抢这药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你和同事一起汇报工作 同事瞬间变成腰公斤 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此时你内心的反应是 我本能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我比他更优秀 不是 我本能的第一反应是不太开心 第二反应的话 就是要看这个工作有多重要 如果是我认为也很重要的话 我会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 坦白说就是这个题 我觉得特别像适合问你 因为你自己是一个 很急于展示自己的人 所以如果是在现实当中 我觉得很难出现在你身上 因为别人抢不过你 对 因为连女朋友表扬女朋友 你都能马上说到自己的优点 对 来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 留给陈博恒 其实我跟她真的 你们都在笑我 说我跟她很 就是说跟每个人都很像 我真的跟她一模一样的 你们俩是很像 就是从大队 你也是很喜欢夸自己的 嘿 好吧 是这样的 我曾经就是当时说吃草 吃菊花的那家公司 我也在2011年关掉了 跟她一样 我会发现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不进大公司 不进规模化的大公司 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进不去了 兄弟 你要想清楚这件事 所以如果你想清楚 要加入我们这些 还在成长型的 创业型的公司的话 当你的光环一旦去掉 你离开你的公司 能不能回到 降到做基层工作的 那个心态来 可以 而且我相信我的能力 会成长很快的 OK 我没有问题了 来 第二轮选择 徐霍林 好 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来 开出你的职位和薪酬 给云香 我刚一直在想着给她什么 就先放个运营庄园吧 薪水5000 地点是在北京 好 考虑10秒 做成你最后的选择 伸服加速器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伸服加速器 场上的表现的话 就是不足就是有一点急躁 打到70分左右吧 因为整个球职的计划 是没太计划好 所以跟想的 它肯定是反差比较大 就是我已经面对好了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